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帮手安姐 手机我们每天都会用 但是用久呢就会发现手机会变得卡顿 而且内存呢所剩无几 其实呢我们只需要关闭手机的这个设置 就可以让手机呢变得流畅 而且还可以省下好几个G内存 赶紧给视频看看如何操作吧 手机越用越卡内存不足 有可能是这里出了问题 就是这个微信 微信占的内存是非常大 而且存的东西也多 今天教大家如何删除没有用的内存 同时关掉这几个设置 就可以让手机变流畅 首先我们打开微信 打开设置 点击通用 往下看有一个储存空间将它打开 这里就会显示微信所占的内存 大家看我这个已经占用了5.2GB 占很大内存所以导致手机会越用越卡 我们往下看显示一个2.9GB 这个就是缓存 缓存就是没有用的数据 可以将它清理 清理完毕 清理后你的手机会省下很大的空间 刚才是5.2GB 现在已经是2.2GB 接着往下看有一个聊天记录 点击管理 这里是平时群里聊天和好友聊天所占的内存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无关紧要的记录 然后将它删除掉 这样就可以彻底清除聊天记录 经过清理后微信所占的内存就很少了 这样使用手机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卡顿的情况 第二一定要关闭这几个设置 打开微信后点击设置 再点击通用 看到照片视频和文件这个选项 你会看到这几个设置都是打开的状态 先来说自动下载这个设置 我们在群里聊天 它都会自动下载照片和文件 这个几乎没有用 将它关掉 下面再说一下照片和视频 这两个设置就是我们用微信拍的照片和视频 发到朋友圈 会自动保存到系统相册里 这样就属于备份了 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将它俩关闭 最后一个就是移动网络下视频自动播放 如果平时在家都有WiFi的话 可以将它关闭掉 因为是很费流量的 关闭后 它就不会使用你的数据播放视频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让手机省下内存 还流畅的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如果你想看更多实用有气的生活面罩 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